那我们就先从一个病例讲起吧 这个我有很多年前呢 到国外到俄罗斯去了 去了的时候呢 正好赶上他们的这个平安夜 这个我的一个朋友李经理呢 就给我接风 请吃饭 我呢就喝 我这个酒量又不怎么样 喝了一会儿就赶快溜了 就回家就晕乎乎的睡觉了 睡到后半夜 快到后半夜的时候 这个他们有个工作人员 就在把我推醒了 说的哎呀这个王老师 你赶快起来一下 他说这个李经理啊 这个吃了喝完酒以后啊 突然胃疼 非常厉害 最后我就 哎呦一下酒也醒了 就赶快过去他的房间去看 看这个朋友李经理呢 非常痛苦的 这个拿手撑着这个胃啊 非常痛苦状 这个在沙发上这个 这个萎缩着 就急性胃痛 急性胃痛 非常痛苦的样子 非常痛苦 然后我就赶快用刮叉 发灌的办法 就给他挂沙 发灌啊 主要呢 这个背部啊 这个腹部 还有这个 下肢的穴位 这背后一挂沙的时候呢 就出现了很多这种沙 很多的沙 然后这种沙出的呢 就非常黑 紫黑 然后里边呢 也有很多的大结 结结 一会呢 我们可以在现场的时候 看看能不能给大家示范出来 就给他刮沙 拔罐 结果刮完沙 拔罐以后呢 二十多分 二十分钟左右吧 大概操作了二十分钟左右 哎 这个李经理呢 突然就觉得 没事了 很好了 就从沙发上就站起来了 完全就跟常人一样 二十分钟之后 他的肌肋痛痛就消失了 完全消失了 就觉得他自己都 他的感觉就 哎 他说简直不可思议 他说这个东西 怎么能够一下就好呢 因为在国外吧 当时也挺晚了 去医院呢 语言呢 各方面也不通 因为知道我是大夫嘛 然后就给他处理 处理完了以后 他自己感觉的说 哎呀 他说我这个是原来上山下乡 在东北啊 闹下的这个老毛病 他说我原来呢 就是有时候吃东西不剩了 或者是着凉了 就可能引起胃疼 这胃疼一疼起来呢 他说短的三两天 长的时间呢 就要持续一周 非常痛苦 他说没想到呢 这个通过刮沙发 这么快就好了 非常高兴 就觉得一点毛病都没有了 哎呀 觉得这个不可思议 就这么一个故事 就是这胃疼 而说到这个事 我觉得大家可能也都会觉得 好像这事也在我身上发生过 就是这种剧烈的疼痛 对对对 尤其是关于胃的 我们现在过去都说食人酒肢 但现在好像食人酒胃 谁的胃好像都会 或多或少 有那么一点小小的隐患 对对对 那是不是我们很多的这个胃病 都是吃出来的呀 我们现在的人的病啊 都是大部分人啊 都是吃出来的 管不上 管不了这张嘴 很多专家呢 讲了很多的这个道理 应该吃什么 不应该吃什么 这个道理呢 讲了很多 但是呢 我给大家讲的这个道理呢 就非常简单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人呢 经常回家呢 看一看自己的牙齿 其实就可以知道 这个我们应该吃什么 不应该吃什么 就可以看出来 我们来看看吧 我们也特别找出来三幅图片 那您跟我们说说 这不同的牙齿象征了什么 大家可以看一下老虎的牙 就是很特点的肉食的动物 就是上下各两个什么呢 全齿 全齿 全齿这个他拿来干什么呢 就是拿来捕杀动物 然后他的吃相呢 是什么呢 你看我们有一句话 叫什么呢 狼吞虎咽 所以老虎吃东西的时候呢 基本上不嚼 是的 直接就吞下去了 是的 所以大自然跟老虎 这样的肉食动物呢 设计了一套 它的这个消化器官 消化器官是胃酸特别强 它的胃酸呢 是草食对动物的十倍 是人的二十倍 所以它的胃酸很强 那能受得了吗 这个胃酸那么多 就是所以你问得非常好 就是受不了 就是说我们讲了这个 有一句话就是 食至今则有毒 吃的肉吃得太多了以后呢 就会有很多的毒素 这个我看我可能大家老百姓 可能都有这样体会 肉食多了以后吧 会觉得口臭啊 或者有时候叫做 我们中心叫死气 或者老百姓叫打屁都很臭 这个就是肉食吃得太多 但是呢 自然间呢 你看跟老虎这种肉食类动物呢 设计了一个这个很好的一个肠道呢 短 它肠道比较短 这样它就通畅 对对对 所以这个老虎的这个肠道呢 是它生长的三倍左右 所以它的肠道呢 相对短 虽然刚才讲的肉食类动物 吃得太多了以后 会产生很多的毒素 但是呢 很快会排泄出去 对 大自然真智慧 对对对 就是说大自然不做多余的事情 这个再看看草食类动物 比如说我们做牛来讲 它的牙齿主要是什么呢 主要就是旧齿 就是嚼吧 就是拘嚼 拘嚼 所以呢 它呢 就是除了点茄齿 就是茄草 用的茄齿 它就没有犬齿 没有 因为它不去攻击性了 草食类动物 它都是被攻击的 牛要讲两千 觉得挺害怕的 对对对 被攻击的 所以呢 它这个自然界呢 又给它设计了消化的这套设备呢 怎么设计呢 你看牛吃草 草很难消化 给它设计了四个胃 四个胃 所以这个牛呢 你看会经常呢 坐 就是躺在地上以后呢 趴在地上以后 反除 它又把这个胃里边的这个草呢 弄出来 再拘角 牛的肠道呢 设计的是多少 多长呢 是深长的 二十倍 回去看看我们的人的牙齿 我们的人的牙齿什么样子呢 然后呢 有八个是切牙 切是来来干什么呢 小萝卜啊 切菜啊 这样的 切牙 然后呢 只有四个呢 是什么呢 小的尖牙 也叫小小的虎牙 然后剩下来的这个 这个这个 牙齿呢 都是磨牙 磨牙 就是所以我们的这个人呢 这个生理结构呢 牙齿的结构 就注定了我们人呢 应该吃什么呢 穀物为主 穀物是来来干什么呢 磨 磨成精致的 然后呢 再吃什么呢 切牙呢 吃蔬菜 蔬菜 两个尖 四个尖尖的小牙呢 小全尺呢 可以吃一点点肉 就可以了 对 如果你长得两个大獠牙 你倒是可以多吃点肉 但是一般人都没有 那这样一看呢 还是人应该以无果 蔬菜为主的 对对对 所以这个自然已经给人呢 已经这个 制定的这个 而且人的肠道呢 是人的身高的 大概是七倍这么长 七倍这么长 对对 那它的这个消化功能是适中 对对对 这介于这个肉食类动物和草食类动物之间 之间 而且它的这个胃酸分泌呢 也是主要是分泌呢 它是拿来干什么呢 消化淀粉呢 这样的 那胆汁呢 可以消化一些肉食类的这个食物 所以这个所以这个比例呢 应该是呢 有个百分之十几到二十的肉就可以了 如果在就是说一十份来说 应该是八份的 古物 蔬菜 水果 然后呢 其他的有个十几啊 二十吃一点肉就可以了 那现在我觉得应该告诉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 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了解我们的胃 怎么样来调理这个胃 您是比如说刮痧八卦都是您的这些就是专业领域 那您这样给我们说的通俗一点 告诉我们 比如说我们要调理胃 一般跟我们的就是哪一些经络会有关 因为胃属于六腑 是吧 就会跟哪一些经络相关呢 这个我们讲了五脏六腑 所以这次我们来讲的话 就讲我们中医的五脏六腑 每一个脏每一个腑 它都有一条它的经脉 比如说我们胃 就是我们的竹阳明胃经 竹阳明胃经 这条经脉这个穴位呢 有很多的穴位呢 都可以来治疗我们脾胃方面的问题 大家也看到足阳明胃经的巡形 我们分了上下两部分走啊 从脚趾走的 从胸幅到脚趾都有 对对对 那这上面您给我们选几个重点 中雕的几个穴位呢 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肚脊旁边两寸的天书穴 然后天书穴呢 现在最好的有一个作用呢 就是可以呢 我们叫做对肠道的这个便秘 我们中老人很多有便秘 是的 便秘呢 它可以刮这个点啊 或者刺激这个穴位以后呢 它可以润肠通便 润肠通便 另外就是说 很多老人通知说 这个你看我们有些人呢 这个胃肠有问题呢 它还不见得都是便秘 它有可能呢是又便秘 还有拉肚脊 对 有些通知呢 可能就是单纯的腹脊 所以我们中医讲呢 这个便秘也是病 腹脊也是病 但是呢 我们在这个穴位上呢 都可以体现 就是说 你看好多人说 这个是便秘 我们这个点按这个是便秘 我们点按这个天书 或者是瓜式天书 有些人说 那我拉肚子还可不可以用呢 一样的可以用 这就叫我们中医讲的穴位的双向调节 双向调节 就是说 这个大便膝的人呢 它可以色肠子蟹 如果大便肝的人呢 它可以润肠铜便 我想让我们的王老师 给我们现场演示一下 就让您刚才 第一个故事告诉我们 几分钟之内 我们这个胃病 胃痛 可能就会有一些缓解 我们现场来操作一下 好不好 刮这个胃病呢 我们很简单 胃病的人呢 要刮胃疏 然后下来 上去一个连线 这第四药椎 然后上来第一药椎 再上来呢 就是胸椎 所以我们这个匹疏 胃疏在什么呢 在第十一 十二 胸椎疾铜下 盘开1.5寸 这个距离 这个我们经常听这个养生堂的节目 都会知道 肩胛下边 这个地方呢 是三寸 中间的一块 这条是1.5寸 那咱就记住这个腰线 我觉得记住这一个 对 我们刮沙呢 比较简单一点的 就是说不抢针灸呢 它非常那么精确的一个点 我们这个刮沙呢 可以稍微大概制造这么一个区间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这个你看刮沙的时候呢 你看我们怎么刮呢 就是从上向下刮 这么快就出沙了 这就叫我们你看 先刮一下 它越有问题的人 它出沙就比较快 你看 能描述一下什么感觉吗 大哥 有点火辣 火辣辣的 对对对 就是所以我们好多老百姓说 哎呦 这个刮沙可以很出火 哇 你使了很大劲吗 不用很大劲 它就是有问题 它会自动就会出沙 这个好多人 好多人觉得这个要 这个要撕很大的劲 不需要的 它没有问题的呢 你要刮再大劲 它也出不来 这个就是说 你看这就叫出沙 我们这个出沙的呢 就叫做我的几个标准 一呢 就叫做我叫做看的剑 看的剑呢 是看什么呢 看颜色 看颜色 越暄红的呢 那病就越轻 越黑的呢 就表示呢 病程越重 时间越长 所以你看这就叫刮沙 它这是挺鲜红的 这个它鲜红 但是里边呢 你看也有黑的结结 第二个就叫摸得到 摸得到的是什么呢 你用手上一摸呢 里边会有很多的硬结 你可以来试试 你先摸呢 没有刮过的地方 你看 这是比较平滑的 对 然后你摸 感觉到下面有结结了 有有有 这就是我们 所以这刮沙呢 这个就可以说 在我们 经常我们原来讲的 经络学来讲的时候 就是说人有问题的时候 可以在经络里边 摸到有很多的结结 这个结结呢 就有很多的标准 比如说有时候像铜钱大 有时候像蚕豆 有时候像黄豆 不一样 这样的感觉 接下来我们叫它出山 第三个就是说 在有些人呢 可以拿刮板去按压它的时候 它会有按压痛 痛吗 痛 对 你看这个 你看 这个时候你看 在这个未输的这个地方 你看它这个地方 你看感觉就感觉到了 它这个地方又会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结结 有结结 这个地方你按压的时候 它就会有酸麻脏痛的感觉 这个地方 我们就三个地方来判断 一颜色判断 第二呢 摸下来有结结 第三个呢 按的时候呢 会有酸麻脏痛的感觉 这个呢 共同来判断 这个呢 就要讲了 我们这地方就是有病灶的地方 有病灶的地方 有点像针扎是吧 针扎的是的 你看 那也就是同理可征 这边也跟那边一样 这边一样 一样 一样 这个就是出山 但是又出山呢 你看我们还可以干什么呢 给它进行走灌 走灌 这种真空拔罐器 很多人家里都有 也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 这个非常简单 安全 有时间我再个气体的讲讲 今天我先给它看一下 就叫可以进行散灌 而不是走灌 走灌呢 你看给它 这个呢 不用火 不用这个 走灌 我们就演示这一边就可以 对 演示这一边就好 就以这个为主 可以 你看 就可以放下走 它不用掉下来 就可以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一走出来 你看看它的颜色 就会很深 很深 结结会很多 为什么会这样 这就是说它有问题了 这它的胃真的有问题 因为它的这个走灌之后 它那个力量会加大 力量会加大 它会把它更深层次的这种瘀毒 都可以给它拔出来 需要咬牙 大家可以看一下 比扎子洞还 比扎子洞 不是比扎子洞 不是比扎子洞 但是关完了以后 什么感觉 但是关完了以后 什么感觉 看到吗 这边有点清爽那机 清爽了 自己看到自己的这个 看到看到 什么样 有什么感觉 这一般人受不了 所以这就是 这个就是 你的病灶就出来了 所以这个地方 你看我们这个很 就中医啊 就是有很多人说 我们中医啊 就是有点悬 就是有时候看不见 摸不到 但是那么这个刮沙吧 非常简单的 你看通过一个刮 一个走灌 就可以让它这个病灶 看得见 而且还可以摸得到 这个地方你看颜色 你看这地方 你看颜色 看见了没有 明显会比其他地方深 明显的会深 然后里边呢 有很大的硬结 有很大的硬结 对 这个地方你看 你再摸一下 你看这里边 会有很大的一个硬结 哎呀 好 这是第一步 第一步 哎 调整位的第一步去 第二步就是刮腹部了 来 打个药 这个油在身上 也会保护皮肤的 腹部呢 你看怎么刮呢 那我们要找到两个地方 这个肚尽眼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下来呢 我们叫做心窝子 下边叫什么 揪尾穴 这个地方呢 是大概是多少寸呢 是八寸 而一半呢 就叫中腕穴 哦 我们过去经常说 这儿疼 这儿胀啊 对 就是中腕 就是肚脊上四寸 就是中腕穴 这个地方也要抹上油以后呢 给它刮 这次刮的时候 稍微让它鼓鼓气 肚脐腹部呢 为阴筋 阴筋的出刹呢 没有阳筋块 这个也是正常的 有些人就想到 哎呦 这刮刹非得要刮出 非常非常多的刹 在阴筋上刮 这个就会很痛苦 就不用那么多 就是在这儿 你看轻柔的刮刮 就可以了 哦 轻柔的 对 轻柔的 好 这第二步啊 好 最后我们看三部曲的 第三部曲是什么 那就是在刮竹山里 然后也是可以抹上油以后 给它刮刷 这个刮刹呢 就比这个 我们讲的这个刮刹 你知道这个大的位置 接你一刮 基本就在这个范围里边了 哎 就在刮刹 你看轻柔也很快啊 轻柔也很快 这个我们就上下 就可以是吗 就从上往下刮 从上往下 是往来回 就从上往下刮 不能来回 对 好 这个穴位也可以刮 也可以呢 点按 就是以这个脚 代替针的一个感觉 你看 也可以点按 所以这个点按呢 就是说一个给它示范 给大家看 第二个呢 它自己呢 也知道这个力度 这叫点 因为我们这个刮板的 对 这个肩呢 也可以带纸 来点 这个呢 用刮板来点的话 自己的筋呢 用得很小 但是力度渗透呢 会很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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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